大家好,欢迎回到广东话军事频道NHK 节目《军武器言》,我是李主持Larry 今天想和大家谈谈2021年开始 澳洲未来与中国的关系 尤其是在西太平洋里面 究竟他们对视的情况会越趋严重? 首先要谈谈中国和澳洲近期牙齿印几多 互相指责的情况 首先,事件的起端来于澳洲 要求撤查武汉肺炎的起源 我想这件事已经捉路了北京 北京多次抵制和回应 曾经透过媒体公开澳洲有34条罪状 很重要,捉一条线 令澳洲媒体相当不满 直到去年年底,澳洲也有一个吹哨者 说到除阿富汗当时的特种部队 拍到一些照片 例如杀害平民的丑闻 中国的战狼赵立坚 竟然也铺了一些相片 被誉为假相 一些合成相片 其实是一些创作者的相片 主要是嘲弄了一些澳洲军人 屠杀当地的儿童 但因为这张相片属于合成的制作 而不是一张真的相片 这样侮辱澳洲 令澳洲当时的总理Morrison 非常生气 这件事亦是其中一个缺裂因素 跟着中国有很多反制手段 包括阻止澳洲对中国的入口 包括一些红酒 帮他们制作反径消税 就要货精这些东西 又不让澳洲的煤入口 不让龙虾入口 牛肉等等 都不让他们入口 尝试用经济战 阻碍澳洲的经济发展 但你看到Morrison是很硬正的 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屈服的情况 也看到现在除了一连串外交的影响之外 我们看到现在澳洲 似乎是坚定地在美国、日本和印度 这个我们叫鑽石包围王的组织里面 我们去看这个 我们叫做圍堵 中国亚洲的四国协防的情况 主要由日本很早就由安倍晋三提出 当时没有什么国家採日本 甚至特朗普刚刚出来的时候 也和中国是朋友 当时也没有和安倍晋三走在一起 但日本当然明白了 整个南海的战略 如果中国独大 其实日本的生命线会受到威胁 所以日本很关注中国在南海清霸 但慢慢特朗普也在贸易战中 发现到中国的座带 如果不能围堵他 日后也会有守备 于是美国和日本又拉了 直到去年 中国和印度多了冲突之后 印度也慢慢靠近了美国的情况 慢慢变成了美国和日本 而美国和日本印度 很多年来的马拉巴的军演 也经常走在一起 慢慢连澳洲 现在都感同身受 都会加入美国和日本和印度 大家看到今年 有马拉巴军演 连澳洲都被邀请加入 其实澳洲当时被邀请加入 很大意味就是他们防围堵中国的力量 就开始出现了 很多年前 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 是试过走在一起 但这十多年都没有了 所以你看到 现在他们又同一阵线走在一起 印度和澳洲又有签署协议 日本和澳洲又有签署协议 所以你发觉澳洲也是国方拉拢对象的情况 而他们的总理 Morrison 其实也明白到他们的位置重要 所以未来都会加强他们的国防预算 分10年投资270亿澳币 大概180亿美金左右 强化澳洲的国防力 当然你看到的数字不算很大 你想想分10年做 每年都是多27亿澳币 大概都不够20亿美金 那你能买到什么呢? 那你就这么想 180亿美金 其实都可以加强他们很多海防 空防力量 当中的部分 我相信都会搏入F35的准备 将来改装阿德雷德 或者我们说坎特拉级 两手的海防力量 令到他可以加装F35B上面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一个大弹性 令澳洲强化海防和空防的力量 以及主要和其他盟国做演习和合作等等 大家都知道 澳洲这个提升国防一定不是针对巴布阿森其内 一定不是针对印尼、东帝文、新加坡等等的国家 一定知道是现在的势力伸延到南海的中国 也看到澳洲将会加强投资很多东西 例如卫星监测能力 主要是追踪中国在南海上的军艦 也买入一些详情打击的飞弹 大家知道 例如他们的Larsum 他们会问美国买AGM-158C 还有他们会买F35A 也有些已经回到澳洲 而且他们也决定了买法国做的Souffron class的潜艇 代替舊的潜艇 当然大家明白了 它的作战范围 可以攻击水下水上的舰艇 其实对很多水面舰艇来说 是一个很厌俗的威胁 所以大家看到 有F35A 又可以随时有F35B 然后再配备AGM-18C 再加上前间来说 其实在南海海上 对中国战艦的威胁是非常巨大的 也说到澳洲的战略位置 其实很多时候都被大家疏忽 因为澳洲本身是在南半球 南半球大家发觉重要国家不是太多 以前通常国家争霸都在中原地带 你见到北半球 美国和苏联的冷战 直至现在中国和美国的斗争 都在北半球为主 你见到俄罗斯和北约成国 又在北面 澳洲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它 但澳洲本身国土面积大 天然支援丰富 丰富得来还要是质素高 中国和澳洲照看 其实国土面积差不多 天然支援来说澳洲会占优 但说到人口就很远殊 中国大家知道只有3亿人 但如果见到澳洲就只有2500万人 其实相差很远 澳洲首先就是他本身先进 第二个就是他本身在第一岛链最尾位置 其实他是刚刚缠制着中国在南海出海口 也坐拥整个南太平洋的脈絡 所以南太平洋的霸主必定是澳洲 长期以来都控制着南太平洋的国家 他们的建交或者他们的治国策略 就算二战日本要参与澳洲也不容易 你见到最后也很难占据到澳洲 因为真的太远了 当年有航空母艦的日本也弄成这样 所以今天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办法 可以挑战到澳洲的情况 亦都这么说 如果美国及其盟国可以利用到澳洲 作为一个跳板 可以找他来做基地 可以持续挑战到中国在南海的势力 基地的情况 另外澳洲和纽西兰和美国 其实也有一个安全条约 ANSYS 似乎是士尼亚国家受到攻击 另外的国家也需要有二部协防 纽西兰近期有两件事被人救病 第一是因为他不让美国的军艦进入 主要是因为核的政策 他们是磨核政策 所以美国说航母舰这些没办法 一定是核动力的 不让你进入 所以其实很难协防你 你不让航母舰到附近去协防 美国暂停了这些对纽西兰 理恨而无的责任 另一个就是 纽西兰近期也被很多国家批评 政府严重被中国滲透 甚至要把他们踢出很多 五亚联盟或协防单位的情况 澳洲这么说 达尔文港 之前DAMAS也有第一个 也是澳洲大军港 上面是有注册到美国的海国陆战队 即是美国如果在南海战事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立即可以澳洲做个搭板 在大文港进入更多的海国陆战队 例如日本受到影响的时候 是否需要美国出击 澳洲又要关上手 这种捆绑式的情况 我们会观察一下 澳洲是否在西太平洋的角色 相当多 当然 其他国家 因为澳洲本身是大英联邦 英联邦国家的情况之一 如果英联邦国家受到攻击 其实很多国家都需要支持 例如澳洲 它担任在英联邦国家的义务 其中一个就是 它代表了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 很多时候英国现在的国策 你见到很少会有freigate 或者是大些军舰 会来到东南亚地区做任何军事部署 所以要维护东南亚的利益 当时成立了一个FPDA 或者我们叫五国联防条约 由五个国家 英国、澳洲、紐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 五个国家就签署 受到攻击的时候 大家需要互相协防的情况 英国实在是欧洲那边无下管理 很多时候由澳洲主导其他防务 你见到马来西亚、新加坡 很多时候他们的空防 现在好些 以前澳洲是有份做支援角色 甚至有时候会帮忙做指挥 澳洲空军也有驻扎过 马来西亚的空军基地 新加坡很多时候 他们的部队会移防其他国家 因为没有战略中心 很容易被外地入侵就完蛋了 他们的部队也有移防到澳洲进行训练 直至今时今日 澳洲来说 其实在很多英国和美国领导的联盟 例如五眼联盟等等 都是有它的重要性 发挥一个在安全架构上 发挥它的影响力 所以大家看到 澳洲现在的情况 例如对美国来说 对东南亚来说 甚至乎对南亚来说 他现在都开始不能够自身线外 而他也开始积极地介入这些地方 因为他都明白地区上 例如说 南太平洋的赌国 例如白流 或者所罗门群岛 或者匪制 很多不同的赌国 其实现在都受到中国的滲透 甚至乎和台湾之前 有邦交的很多南太平洋国家 都慢慢和台湾脱交 慢慢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 所以美国会出面干预 澳洲亦需要干预 因为南太平洋的大门被中国滲透了 对澳洲国防来说 影响会相当大 所以所罗门群岛 之前铺电纜的位置 澳洲都必须扑上去 就是需要处理 当然英国今年会回来 亚洲区 以利西法雷王号 会过来西太平洋巡逸 上面亦有F35B 所以澳洲 我们相信大英文说 很有机会 即将会为雷王号 作出一些后期支援 准备的情况 说到欧洲 英国现在积极回应 法国似乎是其中一个 会有印太战略的国家的情况 我们会看法国 因为在印度洋也好 在太平洋也好 其实他仍有很多殖民地 所以对他们来说 南海利益 都是有他的stake 即是他也是一个stake holder 某程度上都能够取得合作 而法国也在澳洲的潜艇订单里面 也有帮澳洲制造这个潜艇 所以就像法国也有机会 跟澳洲做一个合作的情况 其实在另一个角度 我们也要看中华民国台湾 其中一个出路是他们的新南向政策 这个政策原本尽量不想依靠 中国大陆这么多投资 主要减低了对中国经济的依赖 你见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 其实都贸程度上有帮助到台湾 另外亦见到其他国家的积极 在地区上尽量和多些国家合作 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 其实在经济上 台湾也可以看看 有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伸出援手 更多的台湾产品可以向外输出的情况 这个除了帮助争取了他们的经济层面之外 亦是争取了他们的外交空间 不同的经贸、外交层面 互相合作 亦都令到他们不需要 这么受限于他们的经济规模 令到他们的国防财政 尽量有紧绝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 在未来 其实中国的战狼外交 可能都去到极致了 现在要再继续扩张 他们的战狼外交 可能的收益都不大 这种灰色战术 我们看到他的扩张 再加密贸程度上 可能已经走向这个顶点 正所谓盛绝而衰 究竟中国在这个战术中 可以再换什么空间 军武器继续为大家作出观察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 澳洲未来2021年及以后 会否成为中国的半脚石 甚至乎可能继续了不同国家中间的中枢位置 在南太平洋 甚至在南海位置上 在澳洲 似乎都会扮演一个积极围堵中国的角色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 订阅之后 可以按键 就可以即时收到我们的通讯 另外我们有些广告 有些广告长的可以放三十秒就可以了 短的可以看了它 有时可能连续两个广告 也挺好的 现在开始都会多广告 插入中间 所以大家帮帮忙 另外我们有patreon会员频道 大家只需要三十多元价钱 一杯咖啡价钱 可以支持本地军武发展的情况 好,我们有三个货金渠道 大家也可以在这里的银行 payme和转速快里 可以支持本地军武发展 好,大家多支持香港 支持广东瓦 好,我是主持Larry 我们在其他节目再见 拜拜